他要先給我丟去副車廂了 你要追到何群的人 要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朋友 這樣才對的 不然你在這個社會上是沒有辦法立足的 所以你一定要會交朋友 這一個呢 這樣子的一種道理 從小就深刻的說到我的印象 當然那是隨著過程來掌握 那是隨著過程來掌握 我覺得我發現到其實 並不是一個這麼多交朋友的人 甚至是可能會 因為教不到朋友 跟班上的女孩子們的合作 因為他們很喜歡 來玩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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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做好玩 所以我們是活動 等等都是我們 這也是為什麼會不霸你的世界 或者是有人成長成為 好好心人格等等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反的改成 適合你的朋友 你就會教得到 不適合的朋友不教也沒關係 可以更早的被關注到 或是 給你知道你有一些選擇的權利 但我覺得從小到大 可以找到好像 只有這樣你才能講 但這樣子的一種像 然後 就在那種故事 大家可以來 把一些想想的關鍵 就在那種故事 就在那種故事 你會說